原标题 韩外长联大发言 强调为安抚问题被解决 兼议为韩方需旅行义务环球网综合报道 据日本时事通信社2月26日报道 针对韩国外长康星和当地时间25日在威士日内网举行的联大会议上 任地为安抚受派者问题上未解决的相关演讲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一伟 在26日上午的记者会上表现出强烈不略之情 菅一伟在记者会上发言称 为安抚问题已在日韩两国政府间 已至达成了2015年的日韩为安抚协议 终得到了最终且不可逆的解决 基于这一点 他还称 即使韩方政权更迭 也必须负弃责任履行义务 关于军寒为安抚问题相关协议 建议为强调 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 即与其高度评价 遵守协议内容 确保协议落实到位 不仅是对日本的责任 也是韩国对国际社会的责任与义务 实习编译 实践神岗 王欢 完成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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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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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